那是汉朝第七部 妖孽乱政帝国瓦解 从士大夫代表袁安和外戚代表斗县争斗协习 到王允联合吕布刺杀董卓为止 您现在收听的是《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朝第七部 妖孽乱政帝国瓦解 有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FM出品 杨腔腔为您播讲 第35集 梁州之痛 这各州郡也看完成不了任务 每个都是心急如焚 然后还都哭了 你说哭完以后还得擦干眼泪 回到本地纠集百姓去砍树 送上去的木材 还是像刚刚那样 悲惨而出悲惨而归 就这样 刘虹的美丽宫殿 拖了很久很久还没有开工 相反 宫殿这个关键词 已经成为了宦官的摇钱树 看到这儿各位应该终于明白了吧 估计这个陆康也没有想到 他挺身而出拦住张让的财道 竟然是如此的康庄雄伟 只要宫殿没盖下来 他们的财源就会滚滚来 犹如长江之水 泛滥不可收拾 宦官们只想发财 不休宫殿 真把刘虹给惹急了 都说了 再苦不能苦皇帝 他都等这么久了 宫殿还是没开工 这怎么能了得呢 于是他就准备问责了 那么刘虹问责的对象 不是宦官 而是地方各州郡 他派出骑兵卫士 到地方去催赶任务 州郡们看到眼前这一切 无限的悲苦 用上心头 却无处诉说 百姓骂地方 都是会欺负人的狗官 可是他们如果站在 我这个位置的话 我该不该骂 刘虹是个狗皇帝呢 刮了一层又一层 还要到处咬人 咬得你鬼哭狼嚎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是该骂了 也都在心里骂了 可是骂了又如何呢 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而且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因为这个时候 刘虹又下了最新的证人条例了 说啊 这各州长以及郡长 凡是升迁或者是调动工作的 一律先交纳修工的费用 混蛋刘虹 头上的这颗脑袋 还真不是盖的 在宦官的操作之下 他天才地告诉地方官 交纳修工费啊 不是一刀切 油水多的周郡 必须得多交 就是交到两三千万钱 他也不会嫌多 油水少的地方啊 这个少交一些 也是可以理解的 为此 刘虹专门成立了一个叫 西元官邸的机构 干嘛的呢 就专门负责收取 这个修工的钱 他要求地方官员 上任之前必须到 西元官邸啊 讲好价钱 讲好呢 就可以去上任 讲不好的呢 你也不能辞职 必须得上任去 必须上任 那就是必须逼着你交钱嘛 那些不接受声调的官员 多数啊 是一些清廉人士 他们呢 为官清正 没有钱 所以交不起 这是其一 为官端正 家族有钱的 也不想交这个钱 那样的话 会让天下民事耻笑 这是其二 但是没钱可交 或者是有钱不想交的人 必须要接受政府任命 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 不久 我们就来看一个结果 那就是出人命了 河南人司马直 被调任巨鹿郡长 他呢 有一个好习惯 就是不与人同流合物 以清白之身 绝人于世 宦官们也知道 要从这种人身上炸油水啊 是炸不出什么东西来 所以就假惺惺的派人 告诉司马直 说啊 我知道你没钱 所以呢 就特别优待你啊 你只要捐三百万钱 就可以上任了 司马直 接到任命书 一看这交易价钱 脑袋就热了 惆怅无比 自言自语 说啊 这身为父母官 不为百姓做事 却为谋身 而迎合巫事 这事怎么能是人干的呢 司马直决定了 不干了 我辞官 上奏宣称有病 不能复任 然而这个奏书 交上去之后啊 很快就被驳回了 没有理由 就是有病 你也得接受任命 玩的就是钱规则 换句话来说啊 不管你是当 还是不当这个官 三百万钱 你是必须要交的 司马直呢 只好上路了 他是带着悲壮的心情 启程的 一路走 一路的叹息 光阴飞转 山水无情 在一个没有理想 没有价值的时代 选择反抗 犹如飞蛾扑火 死路一条 不反抗呢 也是死路一条 难道这个世界 提供给读书人的道路 不是黑就是死吗 如果是死 我宁愿以死的姿势 控诉皇帝 果真司马直呢 写了一道奏书 把刘红从头到尾啊 骂了一遍 骂完以后呢 他就自杀了 司马直的骂书 刘红看了 他受这一骂 犹如受了一盆冷水 突然呢 又清醒了过来 下诏 暂时停止征收 这个修功捐 现在啊 是裁平黄金军 人祸未尽 天灾又来了 刘红似乎明白了 这伤疤美好 不能忘了疼啊 是的 刘红好像又良心发现了 然而不久 他的良心发现 又被风卷到九霄云外 不知所处了 经典败家子 汉朝四百年 就要丧在这么一个 混账手里了 有刘红这种极品的皇帝当家 多么灿烂的王朝 都得被他给折腾完蛋 所以汉朝呢 就像是一位伟大的病人 想当年一个感冒 都入侵不了他的身体 现在呢 不行了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浑身都是病 即使请天上 所有的神仙下来 都救不了了 汉朝现在呢 不过是在苟延残喘 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面对这个现实 刘红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他摆出一副疯狂的样子 其实呢 就是想过把瘾 然后就死 如果是这样 那上帝会成全你 宦官也会成全你 张角想成全你 天下百姓啊 更要成全你 要知道 自从张角打响起义 第一炮以后啊 尽管很快呢 被刘红派人给压了下去 但是死了张角 还有李角王角啊 没了黄金军 还有白金军 红金军 那么到目前为止 全国各地的乱民 纷纷起义 大的队伍呢 大概得有二三万人 小的也有六七千人 他们本正上市要趁早 抢肉要及时的伟大方针 摇旗呐喊 锣鼓喧天 非常之热闹 在这些乱民当中呢 有一个叫张牛角的啊 跟一个叫朱飞燕的 联合攻打拒陆郡 张牛角啊 这名字有意思啊 可能是他认为 这张角死得早 就因为他不牛 所以呢 他这个命里啊 多了一个牛字 应该可以混得久一点 没想到啊 这多一个牛字也不管用啊 在战场上 被刘剑给射死了 这张牛角呢 是乱民的老大 临死前 交权给了朱飞燕 飞燕兄弟啊 为了感谢张牛角的恩情 就改姓为张飞燕 张飞燕可比张牛角管用多了 他因为来去如飞 所以江湖人称飞燕 或许啊 是功夫十分了得 山区许多百姓都举起起来 愿意跟他闹革命 于是乎张飞燕的名声呢 越传越玄 投奔的人也越来越多 高峰的时候啊 这个甚至达到了一百来万 当年张角最多的时候 也就数十万 这个张飞燕 一下就搞到了一百多万 简直就是要了人命了 张飞燕的确呢 是要人命的主 他被政府军 誉为黑山贼 黄河以北 只要是他所过之处啊 无处不被他抢个精光 面对这么一个庞然大物 刘洪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 可是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不久之后 有人给刘洪传话了 说啊 你也别着急了 办法我们已经替你找到了 那么传话的人是谁呢 就是张飞燕本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朝第七部 妖孽乱政 帝国瓦解 有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出品 杨腔腔为您播讲 如果您觉得我播讲的 还是不错的话 可以给我点个红心 点个赞 评个论 或者打个赏 在这儿 我谢谢各位了 张飞燕派人给刘洪讲条件 说我们出来闹事啊 就是为了混一口饭吃 如果皇帝你能 给我一口饭吃 我保证我的兄弟们 不出来闹事 说的彻底一点 张飞燕的就是要求赵安了 给饭吃就不造反 是真的吗 刘洪都不敢相信自己了 如果这要是真的话 那想都不用想 答应他不就行了吗 果然是真的 刘洪的不但给张飞燕饭吃 还拜他为平难中狼将 负责维持黄河一北的治安 不战而屈人之兵 一百多万人乱民啊 只被一个官职就给搞定了 刘洪这心里头啊 真舒服呀 这下不会再有乱子了吧 怎么会没乱子呢 这年头缺粮缺水缺好人 就是没缺过造反的人民 三月 梁州那边又传来一个可怕的坏消息 说梁州人烦了 正准备攻打关中地区 梁州 刘洪心里头不禁就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怎么会又是梁州呢 梁州这个问题啊 不要说刘洪头疼了 早在东汉开国的时候 刘秀就头疼不已 那时韦霄联合公孙树 一个呢 在梁州 一个守成都 一守难攻啊 刘秀可是穷尽天下之兵 才把他们俩给扫平的 自那以后 成都基本上没什么事 但是梁州这个地方 常常有人闹事 主要是这个地方 住了不少羌民 这些少数民族呢 也是为了混口饭吃 如果碰上不想让他们活的 二话不说 这个抡起锄头就要打仗 所以说呢 这是一块多事之地 不闹事则已 一闹准是天崩地裂 不可收拾 张飞燕改邪归正 要求招安 这是好事 然而梁州郡造反兵 可没那个闲心 他们不喜欢招安 只喜欢招打 你要厉害 就把他们给降服了 刘洪呢 没有那个命 自己心里头 根本就没有个底 于是乎 没有底气的他 只好召开 仲卿会议 商量对策了 来开会的有很多人 但敢说话 会支招的人 没几个 闲时忙刮钱 及时抱佛脚 这是刘洪的 做事风格 可在仲卿看来 你刮了我那么多钱 才有机会 跟你来开会 哪有什么珍重的佛脚 给你抱呢 抱个香港脚 还差不多 说这香港脚 还真有一双 这种脚 就长在司徒崔烈的身上 崔烈这个人 如果不是刘洪 无意一句 把他给捧红了 估计 现在没多少人知道他 本来呢 崔烈在冀州一带 算是一个名士 在当上司徒之前 他已经在九卿之位 徘徊了很久 刘洪呢 不是缺钱修宫殿吗 他就走了后门 捐了五百万钱 当上了司徒 因为这事 刘洪还曾经 暗自内伤过 说如果再压一压 估计这个职位 可以卖到一千万钱 哎呀 真是便宜这个姓崔的了 就因为刘洪 这么一句话 把崔烈给捧红了 全汉朝的人都知道 他这官是花钱买来的 于是乎当初的名士形象 从此就跌落 变成了汉朝人 茶余饭后的谈资 这个咱们前面说过啊 司空张温呢 也是花钱才当上三公的 人品不怎么样 办事呢 还是相对靠谱的 可这崔烈一亮相啊 就把人给惹急了 对于梁州事变 崔烈呢 是这样看的 与其受困于其乱 哎不如放弃梁州 这家伙这话刚刚落下 当场马上就人跳起来骂道 来人 快把这崔司徒拉出去砍了 只要砍了他 天下自然安定 那么这个要跟崔烈起眼的人 叫傅谢 傅谢自南戎 北地郡陵州人 身高八尺 不怒二位 曾经呢跟随过 黄辅松打击过张角的黄金军 显然呢 这个司徒崔烈是碰到对手了 但是傅谢才说完 尚书就站出来炮轰他了 说今天是来说事的 你凭什么当皇帝的面 侮辱大臣呢 我现在就要弹劾你 傅谢转头看去 心里冷冷的抽象 准备弹劾他的人 是尚书郎杨赞 这义士变成了吵架 刘红眼看要失控了 他按住杨赞 问傅谢 你刚才那话从何说起呀 傅谢说道 曾记否 当年匈奴缠于莫独 屡屡犯鞭 甚至羞辱屡后 大将凡快看不过眼了 说只要十万军就可以出去搞定他 结果呢 话刚一说完 继部就跳出来 说要把他拉出去砍了 哎 这的确有这么一回事 当年继部呢 要说砍凡快 是因为这凡快把这个牛皮吹得太大 论能力 凡快不如刘邦 刘邦曾经都率三十万大军出征莫独 还差点丢了老命 凡快何德何能说十万军就能摆平莫独呢 这个时候 只见腹血接着说道 凡快当初杀敌 尚且要被拖出去砍了 难道司徒不应该该砍吗 要知道三百多年来 梁州一直都是汉朝西边门户和平战 梁州不保 长安三府等地就成了边境 那汉朝就失去了缓冲地带 国家可就危险了 崔烈身为司徒 不为治理梁州出谋划策 反而主张放弃 实在是让人想不通啊 他心里到底是打着什么主意 腹血说完 仿佛言由未尽 怒气冲冲地盯着崔烈 这个时候啊 刘洪总算是听明白了 只见他叹息了一声 点头说道 老夫说得对啊 梁州是不能放弃 一丢一弃 大家都玩完了 那既然梁州叛乱要解决 肯定得派一个刀剑磨得利索的人 谁是最佳人选呢 答案想都不用想 此事非黄辅松出面不可 提到黄辅松 刘洪就摇头了 这人啊 目前没法使用 之前梁州兵乱 黄辅松就在前线跟他们玩 可是现在他已经被打压下来了 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黄辅松不是好好的吗 这事啊 说来说去 还都是宦官惹的祸 论政治派别的话 黄辅松和王允呢 都是一个信仰队伍里的 打心理呢 就跟宦官是过不去的 现在不是当年黄辅归那个年代了 黄辅松要跟宦官作对 没那么便宜的事 事情的过程是这样的 黄辅松讨伐张角的时候 路过夜县 看到赵忠家这修的是复礼堂皇 心里不禁就冻了怒气 顺便说一下 这古人修房子 跟现代人靠职称级别 享受这个集资房是一个道理 什么级别住多大的房子 这都是有着规定的 作为臣子 再怎么有权有势 也不能把这个楼盖过皇帝 正一位如此 之前赵忠和张让 才一道忽悠刘洪别登高 因为一登高啊 这洛阳城外的豪宅 全都看在眼里了 肯定呢就完蛋了 不过呢 王允搞张让失败了 黄辅松很幸运 他成功了 王允失败的原因之一 就是告张让门客 私通乱军 那些书信呢 不构成有利证据 可是黄辅松不一样了 他上奏弹劾赵忠 说这房子修过度了 刘洪的派人一瞧 房子就在那立着 想赖都赖不掉 于是乎 刘洪就派人把赵忠 位于叶县的房子 给没收了 好了 《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朝第七部 妖孽乱政 帝国瓦解 正在喜马拉雅FM 持续的为大家更新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下载喜马拉雅FM手机APP 关注杨腔腔 或者微信搜索小杨说事 让我们来聊一聊 汉朝的哪些事